國外大現場 我們今天邀請到立委賴世保 來到了現場 委員早安 是 大家早安 我們來看到 這個前國安局長陳明通 從台大退休 他縱使經過了林志堅 還有鄭文燦的抄襲案 台大不予解聘他 所以保留住他的退休金 結果沒有想到 他這樣子的退休 被台大定義叫做融退 所以昨天陳明通 居然還去參加這個融退儀式 這個太扯了啦 這個陳明通官當了這麼大 可以打點各方面 包括學術界 大家都知道 他指導了學生林志堅也好 這個鄭文燦也好 通通是抄襲啊 這是學術界的恥路 學術界之恥 照理講應該解拼的 因為人在朝中好辦事 又是蔡英文的愛將 所以沒有給他解拼 那這個事情 老百姓已經一肚子火了 然後結果居然還是龍退 他退應該羞羞散散的退 不要出門 是不是在家裡躲起來 怎麼還龍退大油大白的 我們看到他等於他在當國安局長 還去指導這麼多的學生 而且他的學生的論文 電視檔都不公布啊 都不公布 那你就發現他指導的時候 這些論文抄襲特別多 而且都是綠營的大官 當他的學生 這樣子践踏學術 怎麼考意思講龍退 難怪蘇宏達院長要砲轟 每一個學界的都要起來砲轟 我也是來自己學界 我看了就看不下去 對啊 所以蘇宏達昨天他的貼尾 他是說他當場有要求校方 應該要把陳明通的名單 從這個他們所謂的頒獎儀式當中 把它拿掉 但是很顯然台大並沒有這麼做 那所以蘇宏達也就炮轟 他覺得台大校長陳文章 必須要下台負責 因為這樣子來給他做融退的話 那等於台大在幫陳明通 所謂的世紀冤案來背書嗎 陳明通到現在也都還沒有道歉 是 陳明通對於他的世紀的超級案 陳明通是不道歉 而且姿態還非常高 還可以證證由詞說他是對的 可是台大的學輪迴 就判你出局了 判你學術死刑 你怎麼好意思在那裡大累累的 用政治力來干預學界 台大校長昨天的舉動 倒倒滴滴對外說明 台大是頂不住政治的壓力 學術屈服在政治底下 學術為政治服務 這是非常悲哀的 而且不要忘了 我在這裡奉勸陳校長不要忘了 陳明通把台大的在此專班學電化 難道你要背書嗎 難道你同意嗎 難道你同意台大現在這麼多的在此專班 都變成學術化了嗎 陳文章校長真的你要好好的檢討 你不要引起公分 對 因為其實大家都在質疑 陳明通就是論文生產的工廠 所以產出這麼多論文 那你今天如果說你的逃離滿天下 這些學生他們表現都非常良好的話 今天熔退大家不會有意見 可是就已經有兩個學生的 他的論文抄襲 然後學位被撤銷 結果居然還熔退 台大昨天的解釋說 哎呦 這不是頒獎 這叫做熔退的製證紀念品 那我們就想問 為什麼製證紀念品給陳明通 要這麼樣公開來證 你不能夠私底下來證嗎 是啊 像這個我也學學出來的 我所了解很多大學教授 退的話也沒有這樣子什麼 熔退大的儀式在那裡敲落他鼓 沒有 就退了 就退了 這個叫裸退 教授裸退 一件美事啊 我作為英才一輩子 時間到了 我退了 很好 那麼即便學校給你什麼時候 啊 你公在學校30年 35年 25年 給你一個獎 私底下辦給你嘛 要公開 是什麼意思 某種程度我都懷疑啊 這個公開的儀式 是不是 陳明通要求的 他公開之後就代表學校幫他背書了 他可以拿這個來頂住社會的壓力 他可能還要東山再騎 要回到政壇也說不定 對 因為有熔退這兩個字在 也沒有被解聘還有退休金 好 我們今天謝謝唯人的忙關時間 謝謝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吃了兩三天 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益生菌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 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你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 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 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 最高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 沒有負擔 每日克菲爾 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 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我的推薦碼 CTI-798 CTI-798 有何外的折扣喔 謝謝 喜歡你的選擇 我們可以做好嗎 謝謝